大多数美食都是不同食材组合碰撞产生的裂电性器官 对人情世故来看食材的相逢 有的是让人叫绝的天作之和 有的是叫人动容的邂逅偶遇 有的是令人积极的相见恨晚 人类活动促成了食物的相聚 食物的离合也在调动着人类的聚散 西方人称作命运 中国人叫它缘分 八月 西林郭勒草原刚刚苏醒 屋里几把牛群赶到自家的操场 蜂窝的土地给予牛羊养料 还催生了一种珍稀的精灵 晾晾晒成干的口馍含有充沛的鸟干酸盐 牧民用它和鸡肉一同炖煮 鲜味成味提升 和福智 口馍商人 经常驱车几百公里收购蘑菇 口馍只生长在蘑菇圈上 辨识它要靠草的色深 这种神奇现象得益于蘑菇分泌的一种物质 让草拥有含量更高的叶绿素 和福智要到乌立吉家询问蘑菇的收成 女儿育分23岁 大学毕业后回到草原 口馍中白馍最为珍贵 晒干后可以卖到2000多元一公斤 今年的收成不多 牧民们已经开始储藏牛羊过冬的饲料 这意味着口馍季节即将结束 妇女俩决定在座最后的努力 这个时候的蘑菇出城也好了 城侧也好了 好多人都在打电话催这个白蘑菇 爸 没有 没有 回来吧 走了 口馍的萌发需要雨水眷顾 预报中的秋雨迟迟未到 老河很不甘心 妇女俩决定借宿在牧民家 继续等待 大吉他chuk prescribed 台湾 录雅 采论 大吉他神 大吉他志 Aubrey 琉 雨后的草原清新如洗 蘑菇圈上 白莫终于露出身影 爸爸 你看那边去玩 上那个圈去看 看这多的 看这这么多 看这小丁 和福智妇女明白 此后的几天 他们终将得偿所愿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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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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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好了 这样 查完了 又面查抠沫 抠沫的美云特别多 西林郭勒向南四百公里 张家口 古时的长城关隘 是中原与北方贸易往来的咽喉 更是口膜的成名之地 白膜 俊肉肥厚 质地细腻 是口膜的最上品 开水发胀 两三个小时后 白膜恢复饱满身姿 留下口膜圆汤 放入清水 反复搅打 换三四次水 打千次以上 直至泥沙浸除 冬笋 产自两千公里外的江南 与口膜初次相见 曾经跨越千山万水 泡好的笋干与白膜干切片 高汤里微透 再加重油 慢火翻炒 随着油慢慢进入 口膜片片的风鱼滑润 笋片重新找回爽脆的口感 最后加入口膜圆汤 江南东笋 卸后塞北口膜 惠南北 三百多年历史的 中国北方名菜 不仅造就一种美味 更带来无尽的空间想象